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共当局2015年在福建平台设立所谓的台湾小镇统战 以补贴和退税等优惠措施 吸引台湾青年去当地创业 甚至还可以取得当地的户籍 当局显然是想用这个办法吸纳台湾资金与人才 借此提振大陆经济 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景点 中共当局之所以在平台设立台湾小镇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龙表示 是因为北京当初有一个海底铁路 公路交通路线 从平台接到台湾新竹 当年号称是北京直达台北的交通路线 海底隧道起点那就是平台 平台本身没有什么建设 旅游也没有 然而呢 近日有网友走访平台 看到街道上几乎是空无一人 商店都关门了 只剩下寥寥几家店还在营业 看来呢 中国政府的计划是落空了 有网友留言说 如果北京正要对台湾示好 就直接把部署在福建的 一千多枚导弹撤走 也有网友说 中国政府在香港搞的一国两制 都已经是破产了 北京的信用都没了 台湾人又不傻 谁还会再相信北京呢 当前随着生产成本上升 贸易紧张和地缘政治风险 许多台商转往越南印度等地建厂 去年台商对中国投资下降了40% 对福建投资更是暴跌80% 双双创下22年来的最低水平 这几年 台湾富商郭台铭创办的富士康 也将目光锁定在印度越南 并且不断加码对印度与越南投资 去年的8月份 富士康计划投资6亿美元 在印度卡纳塔克邦设立两家工厂 去年12月 富士康表示将在16亿美元基础上 再投资至少是10亿美元 今年6月 富士康花费3.83亿美元 在越南北宁落地投资项目 7月又有消息传出 富士康将投资5.5亿美元 在越南建立两个新项目 据摩根大通分析 预计到明年 苹果在印度生产的iPhone 将占据全球总产能的25% 展露出富士康 希望把印度打造为第二大苹果制造基地的决心 富士康调整布局 车退号角刚刚吹响 河南进出口就遭遇了严重的滑坡 今年一季度 河南省首地出口数量同比大幅下降61% 出口金额同比下降62% 对它影响最大的正是富士康 据海关此前披露的数据 富士康一季度进出口额 近减少487亿 而河南省全省外贸减少了484亿 也就是说 富士康凭一己之力 把河南省的外贸数据拉成了负数 一位网友这样形容富士康 一个企业希望一座城市 据不安全统计 截至今年5月 富士康累计为河南提供350万个工作岗位 就拿富士康郑州科技园来说 其员工人数一度高达40万人左右 河南政府急了 外贸不能垮 就业必须稳定 不能让富士康给跑了 7月22日 河南与富士康在郑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富士康宣布 在郑州投资10亿元建设新事业总部大楼 富士康将在郑州航空港区 重点布局电动车市制中心与固态电池项目 进一步推动电动车产业发展 许多大楼网友认为 目前国内电动车产能过剩 富士康一来凑热闹 会有前景吗 小23博主在抖音发视频表示 富士康回来是投资新能源的 跟苹果产能没有关系 富士康搬走了3000亿产能 拿10亿来投资新能源 他感叹道 走了一头牛 带回来一只鸡 随着外贸公司离开中国 中国经济放缓 越来越多年轻百里失去工作 不得不做体力工作 去年一则视频在网上爆火 就把我硕士送外卖的话题 一夜之间成为大家性相讨论的热点 四川大学硕士高材生陈涛 以前曾经是记者 现在却成为一个宿外卖的小哥 找工作四处碰壁 投出上千份简历 都是石沉大海 陈涛25岁那一年 从四川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 来到北京从事媒体工作 他说自己年轻气盛的时候 以为能干出一番事业 如今失业半年了 还没有找到工作 他吐槽说 年龄过了35岁以后 别轻易换工作了 不论男女 找工作都是无人问津 35岁可真是一道坎 我说是研究生 事业半年多 还没找到工作 投出去的简历 98.75%都石沉大海 也就是说 每一百份里面 可能有一份回复我的 并且说不合适 虽然有很好的工作经历 和研究生学历 但是年龄过了35岁之后 真的是无人问津 我确实是投了 非常非常多的简历 然后其实也脱下了 孔一级的长山 因为我年前就已经开始送外卖了 然后最近外卖淡季 闪送完全没蛋 美团恶了吗 也全靠手术抢蛋 前几天有一个新京报的记者 还来采访我 他也看见我完全抢不到蛋 然后我之前是 南风周末的自身记者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 不可以说的吧 我也投了 的确投了很多简历 今天下午看见我老家 清晨三 还在招出家道士 结果一点进去一看 也不要三四五岁以上的 开句玩笑说 其实我的专业还蛮对口的 因为我是中国哲学方向 刚好是研究道家道教的 不信大家可以看我的毕业论文和 学位学历证书 这是我的毕业论文 还有我的硕士学位证书 还有毕业证 确实是中国哲学专业毕业的 很多人说我没放下生段 其实我已经很配合 我已经投了非常多的简历了 甚至我还投了应聘实习生的一些 然后也没有应聘上你们信吗 就是那种2000块钱的实习生的岗位 因为我看见一些网站在招聘新媒体主编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 他们其实也在招实习生 我就干脆不投主编 直接投实习生 然后也没有回复 也没应聘上把 事实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觉得很多猎头中介 其实还没有企业直接的HR靠谱 提醒大家 反正我最近还是挺崩溃的 随着经济下滑 外贸订单减少了 可是外贸员却暴增 中国外卖平台美团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2年 有超过624万名外卖员在美团工作 比上一年多出几100万人 另一个平台 饿了吗 2022年蓝骑士报告显示 有114万名外卖洗手从平台获得收入 到了年底 外卖员数量超过200万 同年12月 饿了吗称 外卖员注册量创新高 担任最高新增大约是2万人 在上海当外卖员的陈毅身边 只有两名大学生送外卖 其中一人是研究生毕业后当了程序员 陈毅告诉记者说 这位研究生被一家网站裁员 因为要还房贷 还要准备小孩奶粉钱 不得不做外卖 他爹妈都没有钱 他没有资格啃老 没有资本的话就得工作 网上热传 本科从严率达到30% 网民嘲讽称 外卖行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差不多了 除了外卖单数量减少 外卖员配送费补贴也下降了 导致外卖员整体收入锐减 陈毅在上海也碰到配送费降低的情况 如果下雨下雪 钱会多一点 他告诉记者 以前用户点一份外卖 大概是30多块钱 现在只点20多块的 甚至是十几块的东西 大家不敢花钱买贵的 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经济下滑 6月7号至8号 是中国大陆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 一位饿了吗的外卖员 近年在雪子们高考之时 自拍视频向大家问好 大家好 我是任甘丁 我呢本科是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 这是我的本科毕业证书 吉林大学 学士学位证书 吉林大学 东东人大学顺权迹生 毕业证书 东东人大学顺权迹生 学位证书 这是我的司法考试 职业资格证书 这两天这不高考了吗 在此呢我也祝福广大的高考学子 愿大家都能美梦成真 金榜提名 去年二月一篇题为 逃离大厂的深圳设计女孩 成为宠物美容师的帖子 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90后的洛洛自称学了20年美术 毕业于名校 带过独小兽创业公司和头部大厂 但是高强度无止境加班 让她身心疲惫 有一天加班到凌晨6点 我感觉自己是飘回去的 那段日子到家就洗澡睡觉 没有经历干任何事 没有朋友也没有对象 后来她找到一份宠物美容师的工作 她说工作感受就是 真的是超级开心 送走小可爱 打扫完卫生就可以回家了 不用像以前一样 下班还要操心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洛洛真正所面临的问题 可能不在于高强度的工作 而是在于大陆经济的前景暗淡 看不到希望的恐慌 另一名女网友 也同样感到在办公室上班 非常的累 身心疲惫 总感觉好像不能融入这个社会 她说 当她跟妈妈说起很累的时候 妈妈好像并不能理解她 跟她说 你做办公室里面 比那些流水线工人可幸福多了 有的时候我其实很想知道 那些真正的体力从业者 那些服务业人员 他们是不是也会像我一样 在办公室里面领着这么多的精神内耗 要把精力心力投入在 这些复杂的与人沟通 与人打交道上面 我就会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是不是会更加的简单和纯粹 不会有这么多复杂的人际交往 我活在这个社会中 总是会被说 不够圆滑 不够会来事 不够灵 那我就在想 到底怎么样才算是 真正的圆滑 真正的会来事 真正的灵呢 我觉得我学不会 好像一直都学不会 有点赞 真的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